哈喽大家好 咸鱼问答每周日和你准时见面 今天好像是买了一个新的什么是珍珠啊 那么大串 这是我的诞生石 大家记住啊6月份就是我的生日的诞生石 大家可以寄礼物给我这 喜欢珍珠是吧 记住吧 没有我选钻石 哦 钻石也行 我选劳斯莱斯 怎么知道 方法很简单 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和陈哥的微博 然后通过留言或者是私信的方式来给我们提问 也可以在我们这条视频下方来留言来提问 也都是可以的 被选中的小伙伴呢 可以获得我们洋冲圈的定制礼品 以及我们的现金红包 那小伙伴们呢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既是洋冲圈 然后可以在这条视频下方来给我们留言 问题被选中的话 你将会获得我们的现金红包 以及定制礼品 车家号的朋友在这条视频下方盖楼 第66楼的朋友将会获得我们的礼品 同时你在下方评论 如果提问被我们选中的话 也会送你奖品 但是要注意盖楼的小伙伴每个月 每人只有一次机会获奖 我们把这个奖项也留给其他人一些机会 那就开始解答今天的问题吧 这个问题是快跑的小蜗牛问的 陈哥你好 圈圈你好 我是一个刚拿驾照没多久 但是极度喜欢改装车和性能车的小粉丝 最近有关注到领克03和03加车型 尤其是领克03加 那个销魂的声浪和性感的外观 让我为之着迷 请问这款车怎么样呢 有必要加钱买03加吗 这个车我要不要加钱买的话 因为这个车最近大家都在说它 我看朋友圈在刷WTCR的比赛 他还拿了个冠军是不是 对 反正热度是挺高的 然后大家好像挺多人都挺向往 据说就是还买不着这个车 是 因为这种车 其实本来性能车 它的厂家不会大大为排产的 然后订单又多 确实很受欢迎 然后所以等了时间据说还挺好 但是我不清楚它和03强在哪儿你知道吗 具体强在哪儿 对是这样简单来说 从动力上面来讲 这个虽然都是2.0T 03加它的马力调到254匹350牛米 普通的20T的你看190匹 然后另外它加了四区 然后变速相换换成一个80T 它整个最大的变化其实是外观内饰 你先看外观还变化挺大 它加了这个碳纤维的套件 全套的真碳的碳纤维的套件 然后另外你看这个中控 这也太好看了吧 方向盘 这全部都是阿根套了吗 对 全都是阿根套了 全部都是 奢华 奢华 但是朋友 我们回到它的问题 它说有没有必要加钱买03加 以及这个 它说它极度喜欢改装车和性能车 那其实问题就来了 如果你喜欢性能车的话 它作为所谓中国品牌的第一台性能车 我觉得是可以买的 然后5秒9 这个成绩也不错 这个车它实际开起来呢 我觉得还没那么的纯粹 转向它其实还是有一点虚伪的 变速箱上面 它也运动感没那么强 不是说它逻辑差不多了 也蛮聪明的 但是就是没有很多那种运动车给你的 比如双离合那种坑枪和脑坑枪的感觉 其实在普通模式下和运动模式下这个区别不是那么的大 就是简单来说它不是一个硬核玩家 你想要特别纯粹特别好玩的那种车 它到不了那个程度 你改好了 它加了很多东西 外观它都给你做了 然后包括还有我刚才没说到有 这个锻造的轮毂 你就没什么余地了 而且你想再深度改装的话 因为这台车太新了 它在市场上整个的这个改装空间 或者说配合的供应商还不够多 所以如果你喜欢改装车的话 那我就不太在意你去买这台车 下一个问题 O 然后是OU 这个O 他说能详细说一下新车磨合油吗 提车第一次去加油站的时候 加油员要说要加什么新车磨合油 我问了一下价格是50块钱一只要加8只 而且他还指着油箱盖的地方说 有贴一张纸写着必须要加新车磨合油 我觉得在加油站推荐的东西都是交智商税的 果断拒绝了 希望可以讲解一下应该有很多人知这种亏 好了这个特别常见的套路 之前是有这个我们其实说过 他说叫添加剂 低碳啊 然后你这个能省油啊能提升动力 然后这位朋友这遇到更狠 他这个说车上贴到了要加新车磨合油 这种情况是家伙自己给你贴的 他打开你油箱盖趁你不注意他自己给你贴一个 那其实关于这个磨合的这个部分 现在的新车真的不需要我们消费者做太多事实 对包括就是操作要不要拉高速这些啊 关于我们回复磨合您看到了到底应该怎么去做 那我们就说这个所谓磨合油这件事儿 其实厂家他在你的装车这个出装的这个机油里面 是会加一些这个磨合剂的成分 就是他提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他也主要是在机油的这个层面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位朋友做的非常对 这个事情真的言辞拒绝就好 关于像就是加油站的这些什么套路啊 只能收你的钱啊这些东西 我们之前都有一个集中的爆料 大家关注汽车洋风圈的公众号 然后回复加油站爆料就可以看到了 好大 网友就叫普通人 好的 然后他说陈哥你好 我30岁四口人普通家庭 最近打算买家里的第一辆车 预算是15万落地 我试过了SOM PRO 博越 PRO 朗逸和卡罗拉 个人第一次买车感觉同样的预算家 国产车开起来和做起来都要好太多了 尤其是SOM PRO 但是周围的亲戚都强烈建议买盒子的 说低配的朗逸啊卡罗拉 都比高配的国产SV要好什么的 他们说的最多的就是保值率 我就想问问陈哥 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 是选择使用过程舒服一点好呢 还是选择有更好的保值率的好 我觉得他现在主要是家庭来用嘛 然后又是第一次买车 而且15万落地的车 你考虑太多保值率没有意义 本来价格确实就不是特别高 相差有差个1万多块钱 2万块钱了不得了吧 而且我就觉得国产车 现在配置都还挺不错的 在你家庭使用过程当中的话 可能它的功能什么会多一点 用起来会更顺手 大概可能三年前如果让我选 我绝对会毫无疑问的选合资车 但现在真的不一样 朋友就是尤其我前不久刚试过那个SOM PRO 怎么样 就是真的你不相信这个是国产十几万的车 它整个的质感包括隔音 包括行驶的品质是非常OK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第一次买车的人 他会说国产车开起来 我坐起来都要好太多 太多 对这个真的是直观的感受 确实我们还是要客观的说 这个合资车它三大件的可靠性 在目前这个阶段 还是要比中国品牌要更高的 因为它是这么多年来积累下来的 这个客观的事情在这里 我们是没有办法回避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就是家用 照顾家庭买一个SOM PRO 这种中国自主SUV我觉得是OK 没有问题的 而且针对这个朋友 他说家里亲戚都强烈建议买盒资 然后他们 朋友问你他们掏钱吗 他们不掏钱 对不对 谁掏钱听谁 而且他说保值率这个问题 如果他真的是说可靠性 以后要修起来麻烦这些事 我觉得你纠结一下也就罢 保值率朋友顶配才11万多的这个SUV 能赔多少钱 对不对 你这更好的配置 然后更大空间 你还享受了呢 所以我真觉得 不需要被保值率这件事去纠结 好不好 这问题呢 是Edison7还是7 答在这里 他说 提问 明年全国就普及乙醇汽油了 乙醇汽油有一定的清洁作用 那么像GLC这样的汽油添加剂 还用继续使用吗 继续使用的话 它会适合乙醇汽油吗 谢谢 这个乙醇汽油我记印象中可能两三年前就说全国要推行 我目前其实是没看到有官方的说法 说这个就是说真的完全普及了 不能有这个非乙醇汽油去加了 因为G17大家知道它是这个清洁型的添加剂 它对除积碳是有一定帮助的 但是说到这儿我再强调一下 就是积碳这个事是只要是车都会产生的 对 那如果你积碳特别严重的话 那你一定是要去这个拆洗 对去洗掉 对然后加G17这种是有作用 但它其实更多的是预防 如果想了解这个关于积碳的内容的话 回复积碳就可以了 那即便是乙醇汽油 你也是可以用这种添加剂的 但是问题来了 这样G17这种有个成分叫 我忘了中文就是叫什么 英文叫PiBA 它这种物质的成分是它的主要起作用的成分 我记得应该是它不容于乙醇 作为清洁的话它俩起到一些副作用 那如果你想用的话有一种这个添加剂 它的主要成分是PEA 它是可以的 所以如果用的话 就用这种类型的添加剂 好G也失眠 他说 Chur姐你好 今年起的龙凤胎猪宝恭喜 恭喜 他说 考虑到以后的出行 又是一家老小 又是安全座椅 小圈车什么的 家里的轿车就不够用了 所以想买一辆20来万的MPV 考虑从奥德赛艾利森GM8和图瑞欧这四辆里选一辆 他有个括号 他说图瑞欧这辆车难看 但是后备箱空间大 然后他说 目前我还没有时间去试乘试驾 从居家过日子角度考虑 却也觉得我应该选哪一辆呢 或者重新推荐一些 最好是空间大 谢了 Chur姐那你推荐一辆呗 我推荐GL8 就很符合啊 空间又大 然后后备箱又大 对吧 然后也是二十几万 你说的是二十来万 那可能你的预算就是二十万出头 那么二十万出头买到GL8呢 买到黏玉头的改款那一代 可能有人觉得不够时尚 然后另外配置也确实略低了一些 所以我们再给你聊一下其他的几款 图瑞欧这个车 是真丑啊 天哪 它的商用属性强一些 它空间是真的大 它的后备箱比GL8还要更大很多 而且它后面是那种方方正正 你各种拉东西都特别合适 但就是不太居家的 像个面包车一样 霍拉拉那种 那朋友你真的需要冷静的思考一下 这台车大是大 但是你停车是不是方便 对 那像你说龙凤胎二孩家庭 其实你说这两车基本上 是都能满足需求的 但是GM8它这个车长轴距啊什么都还挺大 它后备箱空间应该也够用吧 对 其实后备箱空间是ok的 那个爱里斯珍和奥德赛相对来说 是要小一点点 但是口碑好 这20多万呢 你还能买到这个奥德赛的混动 我其实特别喜欢那个车 这个都说爱里斯珍和奥德赛这个 质感弱一点 但那个热滚动那个车就 真的还不错 但就是空间 后备箱空间确实是略小 所以为什么要推荐G18呢 G18真的就是 就是什么都满足 对 看你到底是要追求巨大的空间 那就去买都瑞欧 那如果觉得空间很重要 那就不需要那么大 那就去买G18 那如果觉得后备箱空间就还好 都ok 那就买一个奥德赛锐文弄 好 下一个问题 这位小伙伴他在微信和微博 都给我们发了问题 微信叫 see you 然后微博叫 贝也拉风 他说 承载圈宝球 反白叫的好亲热 他说 哇潜水四年有余 现在想换人生的第二辆车的球推荐 大概是一个月开两次 每次往返呢 共500公里 95%都是在高速5% 是在香道从不堵车 周型或者中大型 非豪华品牌轿车 主要是要开高速跑长途 单次驾驶时间长 需要坐椅加热 通风按摩等都提权 高速行驶稳定性好 隔音就好 他说如果是音响好的话 就锦上添花了 动力高速超车不费劲就行 预算落地在25万以内 注意到麦腾里帕萨特的行驶质感 要更好一点 但是无奈 座椅功能齐全的话呢 价格就太高了 所以对比的帕萨特和基牛座 还有没有更好的选择球推荐 就是你要我来选的话 就是反正这辆车也都不是我选的内型 但是吧 它一个月开两次 它用的时间 它用的其实不是很多 那么我觉得这样对比的话 帕萨特就是更扛用一点那种感觉 然后也不会更不出错 对更不出错 我觉得你就买个车 是这样 它既然为了一台一个月只开两次的车 它都想单独花钱买一台车 它就是想要享受这个过程 它还要那么多丰富的配置 所以它不是说差不多就行了那种 所以如果是帕萨特和金牛座里面选的话 那我觉得就选金牛座 好了 但是有个问题 前提是你喜不喜欢那个大屏幕 对 它那个大屏幕 就你外表非常的稳重 端庄 然后你打开门 说大50多米厂的一块大屏幕 但是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价格 就是25万落地它要 而且还要符合带座椅按摩 而音响还要好 那据我所知 其实你需要优惠很多才能够达到这个 金牛座 要求 对 所以要看你具体的 这个你所在地区的优惠情况 那我再给你推荐一个就是别克的军月 在这个价位 我觉得落地20万 以及它的优惠情况全国普遍都还不错 这个动力20T也没问题 然后隔音一直以来别克也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空间 后排空间可能比金牛座 我说说小那么一定有软 但我觉得已经也是非常够用了 音响 音响它也是boss的音响 所以 这还挺符合你的需求的 问题不大 所以 就看你的喜好 那我也选军月 因为它又没有大屏 然后还长得比帕萨特有个性 好吧 那军月 好啦 那今天我们的几个问题呢 就都给大家解决完了 是的 就 大家 还有人给我留言啊 说是不是每一次全都 在节假日的时候来拍摄 因为后面的空空 不是节假日 工作日的 棒吧 晚上 你知道 你看我 如果有观众朋友们自己挂上 会发现我回来问题有一点 缥缈 是因为我这上了一天的班 但是我回来问题是非常认真的 我真的很认真的在解答 好了 那么最后如何提问 我来替您分忧 快吧 让我睡一分钟 关注我们两个的微博 叫什么来的 洋葱圈的圈 洋葱圈的圈和张晨讨厌堵车 向我们私信提问也OK了 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在这条推送下方留言 如果提问被选中的话 还会得到我们的现金红包 以及定制礼品 另外车家号的朋友 如果在这条视频下方盖楼 第66楼你看已经困了 第66楼的朋友 你会得到我们的现金红包 同时如果你提问的话 被选中也会得到 现金红包和定制礼品 是的 是的 好啦 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 有关提问咯